优优独播剧场 中国新歌声首期节目播出后 学员们凭借寄清四座的演唱实力 和帅气亮丽的外形 吸引了大批观众 本周午晚21点时分 中国新歌声将继续在浙江卫视播出 第二期节目又有着怎样的亮点呢 四位导师为了争想学员 又将释出怎样的招数呢 让我们先来给大家揭秘一下吧 可以让周杰伦激动不容易啊 没有 我是第一个 他中间那个是你们自己的 这个家乡的唱法对不对 太美了 大家分 自己的家乡的这种 太加分了 真的 我觉得那个 这个就是一种感动 说不出的 他把不知不觉 我就这样子 按下去了 就跟他们说拜拜了 这位在流行歌曲中 融合了家乡唱法的学员 让四位导师大为惊叹 哈林老师更是意犹未尽 那且在他的身上 找到了唱将级歌手的感觉 我可以要求你再唱一次吗 你知道你还像一个 就是我听你唱第一句的时候 我还想到了一个 就是你知道长石磊吗 你们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长石磊的那种那种感觉 对他身上也有那种气质 这位学员还让一向淡定装酷的杰伦 激动不已 为了抢人 就放弃了与娜姐的姐弟联盟 四位导师更是拿学员的头发 开起了玩笑 你这个发型是因为迷茫呢 然后去 找不到好的理发师 然后就卷去烫了这样头呢 还是说 遗族你们本身就自来卷了 来我这儿 我一般都可以让我的学员 很精彩很明确 自然卷变成平板烫 从那个发型变成这个发型 遗族 遗族有没有像我这样的发型 你看 全是我这样的发型是吗 我错了 我说娜姐 这发型都能用来套计划 您可真是无所无用其极哪 假如想玩音乐 玩得开开心心的 把那些欲望抛开 就来我这儿 你知道该来哪儿了 哪儿玩得最开心 那些都是假的 好吃 好玩 你这是在夸我是吧 给我们几个 导师一个眼神吧 好不好 你这意思是说 他看我们还是我们互相看 给他们三位几个 安慰的眼神 面对这位学员 杰伦似乎胜券在握 不过他最终真的 能将学员纳入战队吗 答案就在晚上的节目中揭晓 接下来登场的学员 激进摇滚风格 他的到来 竟然让十位摇滚歌手的汪峰老师 脱一呐喊 你知道刚才唱到最后啊 汪峰都脱了 我脱了 脱了 没有 我脱了 脱了 我跟你说啊 你再唱下去 汪峰连那个T恤都脱了 我刚才 而学员演唱的这首歌曲 也引起了导师们的兴趣 选这首歌特别危险 因为他太专有了 太独特了 再有 他的那个时代的气息 太强烈了 这一期节目里 四位导师格外的喜欢 拿头发说声 我觉得他们很狂野 那个封面啊 对 几个人 然后留着长头发 我觉得蛮酷的 因为那时候学校啊 都不能留长头发 你主要买那张专辑 是因为他们的头发 他们留长头发 其实我很怕 见到一个景象 我就怕的是一个长头发 汪峰老师 你会不会话先别说太过 他帽子拿下来是长头发 摘一下 我本来以为 他帽子一拿下来 是那个满 满清 前面光子 后面一个辫子 接下来的声音一出来 便让导师们疑惑不已 我在上面的时候 在头十几秒钟的时候 我在分辨是女生还是男生 你的嗓子很中性 其实他还有一点点像蔡金啊 杰伦依旧发挥了他段子手的气质 调侃起了王丰老师 那太过分了 王丰老师变幽默了 你不觉得 哇 他太想要了这个人 太想要了 刚刚王丰老师拍了剧 老实讲真的挺快 我也有蚊子呢 啪 哈哈哈 对他 他激动什么啊他啊 对 他很激动 结果手破了 呦呦呦呦呦 这怎么裂了 哈哈哈 哎呦 你看 真的 只要他喜欢了 他啪一啪以后 他马上就手这样 不要跟我抢 哎呦 不要跟我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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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师们抢得火热 而学员却有着别的打算 其实他早已心有所属 得到我的认可 什么什么 哎呀 他说他想要得到 纳英老师的认可 跟他们两个没有关系 没关系 帮我们送回去 谢谢 哈哈哈 哎 哎 可是真实情况却是让纳英哭笑不得 连我都听不过去了 你现在是在生气还是在开心 我觉得很生气 他已经糊涂了 有点生气 生气是吧 啊 他想透过纳英老师认识蔡建雅老师 啊 哈哈哈 有没有有没有更火 啊 哈哈哈 我我去我 我这样 他说不出话 我听 我我我会给蔡建雅打个打个电话 讲话别别接吧 我跟蔡建雅会讲说 有一位学生啊 就是来到这个舞台 想透过我纳英 哈哈哈哈 向他表示问候 哈哈哈哈 杰伦为了抢战先机 跟纳姐套起来进火 我说杰伦 你这样做 纳姐同意吗 我们之前跟纳姐是姐弟联盟路啊 你还记得这件事 哈哈哈哈 那以前的是 以前的是 对 那如果你来我的战队 其实你可以蛮常见到纳姐的 什么招都用 哈哈哈哈 对 我们现在就要抢人 哎 汪峰老师感觉没有在墙里 你看看 汪峰老师也不甘人喝 竟然搬出了老婆张子依来征场 首先你喜欢纳姐 所以她说能经常见到 杰伦在台北 我在北京 一个电话 十分钟之内 你马上到 他是他 哎 北京堵车啊 十分钟怎能到你家啊 你看他那外形 是不是可演戏啊 这个就更没有问题了 我可以让我老婆考虑一下 上他的戏 效果如何 能不能将这位学员招致麾下 进行锁定 今晚九点十分 出江卫视 中国新歌声 一切迷点 即将揭晓 娱乐农场编辑 中国新歌声的学员 尤淼 在上周呢 给我们带来了一首 四川画版的双截棍 敬严了全场 引得导师们的分分肯定 当然了 同时也展开了 非常激烈的真抢 所以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导师们 他们都用了哪一些招数呢 上周五晚 播出的首期 中国新歌声中 一诗乐队的主唱尤淼 以川剧轻音 加HPOP节奏改编 演绎了周杰伦成名作 双截棍 在最后一刻 读得小工举的恩宠呢 不过许多网友都表示 第一次听这首 四川画版本的双截棍 听得尴尬爱豆饭了 不过再听一遍 就会觉得特别魔性 快使用双截棍 双截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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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首歌究竟有多么特别呢 全方高能预警 非战斗人员迅速撤离 看看我们杰伦小工举 刚听到这首歌声的表情 那叫一个大显得尴尬 而纳英老师在一旁偷着乐 哈林老师倒是一副很享受的表情 王峰老师则不停拍手 大呼过瘾 第一首歌能为网友们 一下子贡献出导师们的表情包 也只有这首 川画版双截棍办得到 估计四位导师 刚听到四川画改编的双截棍 脊皮疙瘩都掉了一地吧 而本身就执着于音乐编写的尤苗 在演出前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我用自己的方式改编了一位导师的经典作品 我相信他一定会懂 真是心有灵犀呢 但是这首双截棍引起了周杰伦粉丝的质疑 你是周杰伦的歌迷吗 不是就别装好吗 最讨厌你们这种 为了火装别人歌迷的 对此尤苗在微博上回应称 我听周杰伦的时候 不知道你会走路了没 你见过这的磁带吗 那一张磁带被我反复听到都消磁了 也有很多网友在尤苗的微博下评论鼓励 支持他继续按照自己的风格 做自己的音乐 说我一个人觉得好听吗 我觉得有一股川剧的腔调 有点古典的感觉 我很喜欢这歌 加入川号子等等一些唱腔 中国韵味更加浓郁 更加有独特的味道 在接受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 尤苗也向我们表示 周董对于他的音乐事业影响非常的大 是因为杰伦老师真的 对我的音乐事业影响非常大 因为我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从那十多年前 第一次听到他这一张专辑以后 我才明白原来做音乐是没有什么束缚的 就是你想怎么玩就可以怎么玩 本职兽医的尤苗 酷爱各种中式乐器 样样精通 同时又具有很强的编曲能力 为双杰棍注入了别样的中国韵味 仔细听上去 他并非只用四川话来 让我们觉得好 他在音乐当中用了 很多编排 对 是有想法的 你自己编的吗 对 这个是我自己编曲的 好 给你一个赞 谢谢 谢谢 这首歌呢 就是我在中间用了很多四川的当地的 比如说船工耗子 还有川剧的帮腔啊 还有轻音啊等等 曲艺方面都揉进来了 号称音乐完童的哈林老师 也对尤苗赞誉有加 而他也在现场为哈林老师来了一段川剧版的情非得已 听得哈林老师尴尬不已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也许有钱我请不自禁 想念只让自己哭了自己 爱上你是我情非的意 当初是当初一这样唱的话 那个可能流星花园都不拍的 对呀 而我们记者采访时 他也毫不拒绝地 为我们奉献了川画版的制服 各位小伙伴们 前方高能哦 就弄个为你征服 和下你藏好力度 我的心情是坚固 我的决定是浮屠 其实杰伦的眼光一直非常独到老练 尤苗的改编其实非常出色 融合多种音乐元素 唱腔同样也新颖独特 小工举表示 选到尤苗 加上他背后一支乐队 就将一把枪多加了七发子弹 在此 我们也预祝尤苗能够在中国新歌声的舞台上 继续发扬自己独特的编曲和演唱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娱乐梦工厂 各位好 我是罗西 那今天欢迎我们的梦工厂大来宾周深 欢迎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周深 很开心又来了 我们好久不见了 对 好久不见了 所以最近周深在忙什么 我最近有在慢慢开始跑步 想的是能够锻炼一下肺活量 然后看能不能变高 强身健体 你的肺活量再大起来 你的唱歌就不得了了 原因就飙得更高了 希望能够 所以要慢慢开始跑步嘛 就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一点 所以每天跑要坚持跑多久 大概跑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左右 那这两天天气可能比较热 所以在跑路的时候大家也是一样 要注意身体 对 小心你跑着跑着就变成了粉蒸肉 实在是太热了 对 那最近呢 在唱歌上有没有什么新的工作动向 有啊 就前两天刚好录完了一首 《灵安初雨》这首新歌 应该会在八月四号跟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到时候去听 什么风格的曲子 比较中国风一点 中国风 从名字上我们能感觉到是中国风的歌曲 对 那说到你的歌曲 这两天我们大家有关注大鱼海棠这个电影的 应该都听过了周深的这个歌曲 大鱼 大鱼 是的 我个人非常喜欢 我觉得超好听的 谢谢 所以在现场可不可以再跟我们来唱一遍 好啊 我就再唱一遍 副歌 好 请一下 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好听 一秒就进状态 谢谢 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很有意见 能不能解读一下你对它的理解 其实当时我拿到这个歌词的理解想的是我们的父母 就感觉父母他们永远希望我们能够独立 但是真的当我们有一天离开他们的时候 他们会在家里一直唠叨 哎呀我孩子怎么还不回来还怎么回来 就是这种特别矛盾的一种爱吧 我觉得就特别符合亲情的那种感觉 希望你远去 又希望你在身边待着 对对对 怎么都不放心 对对 特别的矛盾 对对对 就是一种爱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周深给我们做那么多的分享 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 谢谢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内容呢就是这一些了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我们娱乐懵场和大家不见不散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